去年利大衝突 尖沙咀有人聚集聲活 一個19歲學生被控企圖點燃汽油彈 他否認有意圖而企圖縱火罪 安健開審 19歲被告是克薩克籍 浸大學生 洪放愛開案陳詞 指去年11月18日凌晨 郭伯仁在尖沙咀 尼敦道致俄司點道集結 有警員目擊被告手持 性有熱言液體的玻璃瓶 企圖用打火機點燃瓶口釘向警方 他被捕時手持汽油彈 現場沒有檢獲打火機 警方在他的背囊 發現打火機 以及尖上熱言液體的布料等等 辯方質疑汽油彈是其他示威者交給被告 被告沒有企圖點燃